大家好,我是麦克 年轻的时候写的一首诗,那这句话的意思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 不论沧海伤天,海枯石烂 我仍然是我,不论外在的 宇宙,自然环境 如何变换,我仍然还是那个我 然后呢 另外一首诗里,他一句话,他说 当我,我变成 神的一位祭司 你学会罪是什么 罪就是犯罪的罪 他也写过 当真和他的母亲 同住的时候,他见到 神父们不喜欢这些作品 他写的这些东西,神父都不喜欢 因为他写了 这些诗,而申 诉他,就是 就是像学校也好 像老师也好,申诉,就是不应该 写,小小年纪不应该写这种诗 真就开始反叛了 他拒绝从教会取得 一个特许的状,以便他 他可以读某些作品 当时教会规定他只能读 教会允许的那些东西 不在允许范围的书是不能读的 这是,你想,他教会是 多么的控制的,多么的严格 他又告诉我一次 当他还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 就是在十几岁的时候 一位神父在他家后院 做的,所做的这个焚书行动 就把教会不允许的那些书 就是真读的那些书 青少年十几岁族的书 在后院全部都烧了 这是我们在5月1号讨论的 一些自由联想的一些内容 而这个行为是非常非常的恶劣 很多家长做过类似的事情 就不允许自己的孩子 去读一些他认为不合适的书 他认为对孩子是一种保护和安全 其实对孩子的伤害是极大的 我见过最极端的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母亲 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养小狗 因为养宠物会影响孩子的学习 可能确实在照顾宠物 花一些时间 但是他可能会影响学习 但是他培养出的孩子 对动物之间 和对自己喜爱的宠物之间的这种爱 和这种爱的流动 是学习和多少其他的成就 都无法学到或者弥补的 但是这位母亲看不到 他只看到了养宠物影响了学习 他当着这位十几岁的孩子的男孩的面 活生生的把这只小狗摔死 一下一下的摔死 摔到地上 就当着孩子的面就做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你知道这个男孩 在愤怒之下做了一件什么事吗 匪夷所思的 这个男孩愤怒到了极点 跑到厨房拿出一把刀 当场把他母亲给捅死了 这样的人间悲剧 我们都不想看到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只想提醒所有的家长一句 不要用这种暴力的方式来对待你的孩子 比如说撕掉他的书 焚烧他的书 把他的宠物扔 扔来或者送人 或者等等等等 这些极端和暴力的行为 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巨大 比你想的要大得多啊 所以说你看 真在小时候 他的教父 他的神父去他家后院 烧他那些书 直到今天 他已经五十多岁了 他仍然历历在目 他仍然耿耿于怀 而这只是一个神父 做的这样 如果是你的亲生父母 做的这样的事情 你想这样的伤害会有多大 真将四月三十日的课 他记在心里了 就是那一节课非常重要 但还没有试过任何的自我催眠 我俩必须有一个人保证 他每天读它 或者听到它 因为他那节课非常重要 就上一节课 罗说 我曾有试着催眠他 以正确的开始想法 让他 有正确 开始的这样的想法 就是他不要想那些负面的那些信念 但却重新考虑了一下 他想试着催眠他 但是没有催眠他 我决定 让他有时间思考那节 比较好一些 罗说 让他有时间思考 反而会比较好 然后再导入催眠的事情 这个罗的想法也是对的 就不要上来就催眠他 让他思考 我认为那节课在其本身 就是一种催眠 而且是极佳的一种催眠 说的挺好的 今天当我们到达 当我到达330病房的时候 我发现真叫人 他的那个呼叫灯 今天早上出了问题 因为每个病人的床头 都有一个呼叫灯 呼叫灵 而现在看到 他悬在其罩的外面 折断了一半 人们时时的在房间里 进进出出 一度曾经有四位护士 和护士的助手在那 笑笑闹闹 说说笑笑 午餐后 我试着读4月30号的课 给真听 就是上一节课 而仿佛我们每念几行 就被打断 更有甚者 今天早上 还有位护士 无意中将真的药 给弄错了 真终于变得相当 生气和心烦 而突然谈起今天 330房间的缺乏私密性 这全是我们今天 5月2日自由联想的一部分 他激烈地表达 他的感受 带着泪说 如果他想要私密性 住在医院里 并非是得到他的好方法 他没有私密性 他补充说 他是一直要私密性的 说起来很笨 因为我明明知道 这样是得不到任何私密的 他喊到 住院怎么可得到私密性的 而我认为 他正在清除一条路 如赛斯在上一节里头 所建议的 这个是很难的 想住一个单人病房 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很多的这些 尤其是经过保险公司的这种 给予报销的这种 都是经过认可许可的 不可能有私人病房 或单人病房的 关于这个 我想大家看过一个美国电影 叫做 医院清单 就是一个老人最后 把自己这辈子没有完成的那些事情 做一个清单 他就去实现 他当时就是 这个老人 他自己就是这家医院的这个股东 他是这家医院的老板 他特别讨厌跟他住同一个病房的 当时是由那个 弗里曼 就弗里曼扮演的那个黑人的那个角色 他一直想住一个单人病房 即便他是这个医院的老板 他也无法达到这一点 因为根据医疗保险政策的规定 他是不够资格住单人病房的 觉得他的病还没有达到那种严重程度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他这两个脑头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情 所以说真想在医院得到隐私或者私密 是不可能的 真重申 他没有信任他女性的身体 他再次重申这一点 而他想 他现在正为他的不要小孩付出代价 付出什么代价 因为他讨厌他女性的身体 他不要小孩 就是他讨厌女性身体的一个主要的例证 因为女性 生孩子是女人应该做的事情 真不喜欢女性的身体 也不认同自己女性的身体 所以说他以不生小孩 作为一个非常明显的反抗 对社会 对这个主流社会的一个宣言 我不生孩子 我不承认自己 应该做一个女人 所有女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他说付出代价 是什么代价 就是他对这种 就是这种 讨厌自己女性身体 付出了代价 对 不生小孩 是他的反抗女性身体的一个表现 非常明显的表现 他也认为教会对母职的教诲 是含糊不清的 就是教会到底对母亲的职责 到底是怎样的 他认为是教会不清的 他在高中时读过 萨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 也给了他一个想法 那个诗里面 告诉他 他在此生的角色 是生孩子 而忘掉别的一切 他不曾喜欢过那首诗 希望他甘苦而逝 他认为教会 一指一个女人 该是一个修女 他认为教会 一指一个女人 该是一个修女 或是母亲 一个修理工 终于来 被叫来 要修这个呼叫灯了 那个就意味着 当他在房中修理的时候 甘必须被遮盖起来 这个令甘非常的心烦 他开始试着读一节课 但是做得不好 因此在四点二十五分 我接着读完这节课给他 在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有许多次的中断了 他说 今天下午我非常的不爽 而且我不舒服 但也许如果我抽一支烟 或者安定下来 我能上一节短课 我感觉赛斯就在附近 而他有两个评论 所以我该得到他们 没错 下午大半时间 他都仰卧着 相当不舒服 昨天也一样 不过 我认为他的表达愤怒 是非常有意义的 他的赛斯之声 仍不像平常那么清晰 他日常的声音 也一样不那么清晰 而两种声音 都比昨天改善了许多 他今天传速比较快 但他的声音仍旧不够 不怎么大 到现在 外面的天色相当亮 所以我们将厚重的蓝色窗带拉上了 而我们上完了整节 没有任何干扰 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我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 赛斯来了 然后他们说赛斯午安 然后他接着说 情绪的表达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愤怒与挫折的释放 是非常好的 但是这个并不表示 你们应该集中在那个情绪上 你们不要集中在那个情绪上 确实承认并表达他们 你承认和表达这些情绪就可以了 但是不要集中 这会允许新的感受 取而代之 代替那个旧的情绪 而再次的加速了所有层面的移动 换句话说 一个情绪你不表达它 它会卡在那里 新的情绪也过不来 你把它表达了 释放出来之后 新的情绪就来了 这时候新的情绪 可能就会替代旧的情绪 这是一种正常的加速的流动 这是正常的一个 我们在前的赛斯课里 反复强调过这一点 所以说再次告诉他 真说我不爽我不舒服 是非常好的一种表达 最初可能 真可能很难表达某些资料 但是他非常值得 那个努力及短暂的爆发的 都是真有时候不太好表达 有些东西 都是他应该去短暂的爆发 非常值得努力的 是正常的 不过这种经验 该随之 以你们双方彼此的再保证 以及努力 以及鲁博那方面的自我提醒 它的存在于经验 的确被安全与爱保护的 他应该说在 鲁博发情绪的时候 表达的这些负面的时候 他表达是很重要的 而且是应该的 但是前提是 他应该是在彼此的保证上 再次保证当中的 保证什么 保证他们 都是被安全与爱保护着的 护持着的 就是你所有的情绪的发作和爆发 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那么自由联想 的确是以他该是的样子在运作 他们最近也是在做自由联想 那个表达于清干净 精神与情绪之路 自由联想可以帮助起到这样的动用 将清理干净 情绪和精神的道路 以便鲁博自然的 天生的高傲的精神 你看鲁博是什么 自然的天生的高傲精神 能开始再次露出他们的脸 这是他想提醒的 就是鲁博本身的 就是天生和高傲的精神 能够再次显露出来 他说你们俩都能讲 那个情况处理得很好 他说我真的加速你们了解 加速你们个人 以及共同了解的那些坐标 以及的确促进了一种自然的蓬勃升起 蓬勃升起 以及愉悦 重新涌出自然疗愈的这种过程 然后这时候呢 珍说好 是我 他就珍回来了 在4点34分我告诉你 这是这个珍说的 我告诉你 我不知道我能否上课 他的嗓音变得多少有点破 而且是哑哑的 我读此节课给他听 他在课开始前不久 真的不开心起来 我再请他安心 说这节穿透了过去 而这节穿透进去 然后我说 你可以写你自己有关这一切的书 就像真的神一样 就是关于珍对自己的这个情绪的表达 如何清理自己精神和情绪上的道路 这些事情 比如说你可以写出来 然后珍说 如果我真的感觉心情高昂 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你看这句话很有意思 塞斯说 真天生就是情绪高昂 这是天生的 对 但是珍说 就算我情绪高昂 我也不知道现在要干什么 也就是说他现在低落到一个非常低的地步 他没有任何写作的计划和打算 他完全的是在传送赛斯资料 做最后的这个传送 但是他传送的主要原因 赛斯包括他过来传送的主要目的 除了把赛斯资料的这个最后一个健康指导传递出来以外 更多的是来帮助珍来疗愈的 而珍自己作为个人来说 他以前写了很多的小说 很多的书籍 但现在他没有任何要写的打算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珍他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时候罗开玩笑说 不过你可以享受他们 在你质疑他们之后 这是一个玩笑话 想让珍开心起来 让我们看下一节 1984年5月6日星期天下午4点32分 珍昨天晚上打电话来 她说她的床垫感觉舒服些了 过去几天珍的床垫有许多问题 当她仰卧时觉得很不舒服 而心情忧郁 昨天我去拿割草机 没有写梦 精华与价值完成 今天早上因为写信 也只工作了一个半小时 两天前 我们从这个出版社 转来了49封读者来信 今天早上 威尔逊医师来看珍 而建议说 他想清掉珍右膝上方开口 而流水的地方 那儿有一个大洞 虽然疗愈的迹象是很明显的 我也说 即使珍动个手术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矫正那条 她也不知道能不能矫正那条腿 珍和她讨论了一种椅子 珍可以坐在里面 而她提到某种像是论语 或者是躺椅式的交通工具 那个可能可以调整来给珍用 我前两三天 可怕的抑郁症发作了 已经过去了 珍说这个抑郁的情绪已经过去了 她就这样不见了 珍自己说 她说我该发现那些感受 促成了她整个的不舒服 就那两天她不舒服 其实主要都是她的这个抑郁情绪在起作用 因为观察着她 我很确定 她大半的问题是由她自己的反应引起的 罗在旁边观察着她 她大半的不舒服 都是由她自己的反应引起的 但是这个话珍是不能承认的 珍肯定会觉得自己的床也不舒服 躺的姿势也不舒服 身体也不舒服 而罗作为观察者 她在旁边 她认为大部分都是由于她自己内在的反应决定的 然而今天当她仰躺着的时候 她也曾非常的不舒服 罗说她说她今天已经过了抑郁情绪了 但是她今天躺在那的时候 她仍然觉得不舒服 比如说 的确当我试着令她坐起来吃晚餐的时候 她以这样一个严重的角度 她摔倒在床的另一边 以致我必须请人帮忙来扶她再次坐直 坐起来 坐直起来 而罗这时候说 他说有时我自己的脑怒明显地表示出来 罗有时候非常的脑怒 这脑怒是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真还是这么大的自我否定 和这种负面情绪 为什么就去不掉呢 而且他作为一个观察者 看得明明特别明显清清楚楚的 但是也没有办法 罗说因为 因为我觉得仿佛不论我自己做什么 或者任何别人做什么 不论我做什么 别人做什么 他的太太真都会不舒服 就他们不论怎么做 他都不舒服 躺着也不舒服 坐着也不舒服 测躺也不舒服 就没有舒服的时候 这个让罗很焦虑 很愤怒 很恼怒 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不是说对真恼怒 他是对这件状况很恼怒 至少在那个时候 在当时他会不舒服 他的右腿 以现在折叠的样子 他的右腿是折叠起来的 一直在朝左边推他 向外推他 令他很不雅观的 歪斜着 真做是做不值的 也做不正的 在他吃过饭 而我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真说 我对令你的生活如此艰难 真的非常有罪恶感 这句话你看 真说我对你 让你的生活变得如此艰难 真的非常有罪恶感 并且说了很多 那种类似的话 我想这是第一次 至少就我记忆所及来说 他以如此 一个简单直接的方式 做这样的一个声明 你可以想象 真的罪恶感有多重 我马上想到 他是一个极佳的 自由联想的资料 他说可以用这个 作为自由联想的资料 为什么会有罪恶感 我们应该追问下去 我回答是我们最好忘掉他 而试着集中焦点在未来上 然而这种罪恶感 可能在他日常生活中 扮演了一个极具重要意义的角色 而我们该找出 而我们该找出这是否如此 罗说呢 我应该去让他追问 去展开一个新的自由联想 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自由恶感 但是呢 他是正准备离开了这个时候 所以说可能就没有时间去展开一个自由联想 而罗只是非常官方的说 你应该去想未来的美好的焦点上 而不要想最近的这个罪恶感 对 罗的意思是说应该做这个啊 他说我自己的摆唇实验 最近告诉我 由于我认为自己在过去 帮助真 更多 应该帮真更多 而有罪恶感 你看 他说我认为应该去给真更多的帮助 而实际上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罗也有罪恶感 只是今天早上呢 他的摆唇才第一次说 我不再感觉有罪恶感了 第一次说 罗不再为他没有帮到真 而有罪恶感了 罗说呢 这对于我来说是个成就 因为他不再有罪恶感了 切是我该继续探索的一个点 我以西域早上在早餐后 或者晚上在上床前的最后一件事 就是用摆锤 他看来运作得良好 我尚未与真谈这个资料 现在可能是时候跟真谈这个了 当真在上课的时候 330的房窗子是打开着 而有时交通噪音令人烦躁 房内变得有点冷 真叫我关掉风扇 我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 赛斯已经来了 口售 这是关于课的内容 回到健康之道的书的正文的那个内容上 记住 生命的每一段 每一个segment 就是每一段 都是被价值完成激发的 就是每一个段 记住 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小段 都是被价值完成激发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永远是一个合作性的过程 因为是价值完成激发的 所以它永远都是合作性的 永远都是合作性的 他说改正 他把这个 这句话又改正了 一个考虑到其他每段生命的需要与欲望的过程 试图 去用并发展他们所有的能力和潜能 并且尽可能多的方式去表达自己 他原来说了一段非常简单的话 然后他就把它给改了 改成什么 我们看完改完之后 他想说的话 他说 记住 生命的每一段 都是被价值完成所激发的 以一个考虑到其他每一段生命的需要与欲望的过程 试图去用并发展他所有的能力和潜能 并以尽可能多的方式去表达他自己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他的意思 他的生命的每一段都是互相增益的 互相支持的 互相满足彼此的需要的 你不能说生命的这一段是不好的 是没用的 他对你生命中那些你认为好的那一段 也是有帮助的 有增益的 你不能说我只要那些你认为的好的那些阶段 你认为那些不好的 黑暗的 低落的阶段是不对的 不是的 他以他的方式来增益了所有的你生命中的这些阶段 他说这是他的一个主题思想 就是你不要再认为你现在不好 这就是为什么要活在当下爱自己 接受当下所有的安排 因为你在你不知道的层面上 他增益了所有的人生阶段 某种病毒存在本身就提供了对抗许多其他疾病的安全性 病毒某种病毒存在本身 它提供了对抗其他某种疾病的安全性 这句话用我们最通俗的道理来理解 当你身上具备某种病毒的时候 你其实对这一类的病毒都具备了抗体 他这句话翻译过来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你就抵御了 具备了抵御其他疾病的可能性 不论那个病毒是否以活跃的方式存在 那个病毒在你体内是否活跃不重要 只要有有这种病毒 类似的病毒就不会再侵害你 也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了 所以说病毒对人身体是好还是坏 这是一个很难简单来判断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他的这个话的本意 当然很显然地球整体的实质稳定 之所以成为可能 是由于永远在发生的这些所谓的风暴 所谓的自然灾害 以及仿佛的灾难 维持住的 就是地球之所以维持稳定 就是由于这些所谓的不稳定因素 所谓的地质灾害 地球灾难造成 你认为是一种不好的 其实是形成稳定的核心 维持住稳定的关键 然而这种事件促进地球 伟大蓬勃升级的食物供给 这些所谓的灾难 供给整个蓬勃地球的食物供给 而对星球的资源的重新分配也有用 地球之间重新分配也有用 比如火山喷发 这个冰雪消融等等等等 这个如果你看过我们有一个电影叫 神奇的 这个神奇的地球 这个纪录片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如果你对那个感兴趣的话 你就知道我们的地球 它本身一些你认为的火山喷发 海底火山喷发 地壳的变动 这些灾难 其实对整个地球发展和平衡 是有非常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无法估量的 他说以同样的方式 在整体的画面上 疾病也促进健康 以生命之所有面向 价值完成在微生物和国家内运作 在个别生物 以及整体物种中运作 而它联合了生命所有的呈现 显现 以至于生命以它们的环境 的确联合在一个整体性的冒险里的 在这个其中 每一段在创造性成长和表达上 几乎都在寻求去超越它们自己 这句话它比较长 它的意思简单来说 就是在从整个画面来说 它们都是整体运作的 什么叫整体运作 就是价值完成 在每一个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也在于整个地球的每一个生命上 也在于每一个物种上 它都是以价值完成的方式在运作的 也就是说 不论是一个对一个物种 地球上有数以百万计的物种 可能都不止 数以千万计的物种 那这些物种 共同形成了 整个地球的这样的一个稳定的生态状态 这个生态环境 而这中间每一个物种 都以价值完成的方式 既有益于它自己 也有益于所有其他物种和整个地球环境 那就这个物种当中的每一个个体 生命来说 就是每一个个体生物来说 它也增益了整个物种 以增益它自己的方式 同样增益了整个物种 我们再往下细分 每一个生命 个体的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不论是在健康阶段 还是在它的生命阶段 甚至在它死亡的这个阶段 都是增益了它整个生命状态的 而不能说它的某个阶段是好的 某个阶段是不好的 每一个阶段 生命个体的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生命个体 甚至每一个物种 包括整个地球 整个生态环境中的每一个部分 它们都是以价值完成 共同的合作冒险的方式 创造性的合作冒险的方式 来实现了每一个个体 和每一个个体的 不同生命阶段的价值完成 这一个核心 什么样的价值完成呢 首先是个整体性的合作冒险 基础是整体的 它和它所在的环境 是连在一起的 生物和它们所做环境 是连在一起的 一个整体的 整体的合作性的冒险里面的 然后 是在每一段的创造性 成长和表达上 几乎都去寻求超越它自己 记住 它都是在寻求超越它自己 超越自己 就是永不甘于平庸 面对生活奋起而迎接挑战 这才是每一个生命 每一个生命阶段 应该做的事情 当然每个阶段 可能侧重点是不同 但是它们的主体思想 都是一个价值完成 而所谓价值完成 如果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 就是不断地去寻求超越自己 就叫做价值完成 在一个较小的个别的架构里 每个男人和女人都被这同样的价值完成所激发 就是如此 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你们很快将明白 常常由于恐惧怀疑 你看 由于恐惧怀疑或者误解 有些疾病是如何被设定为对抗价值完成的损伤所引起的 由于你们恐惧怀疑和误解 你们认为某些疾病是在阻碍和对抗价值完成的 其实不是 这每一个疾病本身也是价值完成的一部分 它不是在对抗价值完成 它是在促进这个价值完成 只是你们因为恐惧和误解 或者怀疑 你们认为不是 你们认为疾病在对抗你的价值完成 很多人都会来这么设定的 认为疾病是来对抗的 所以说这就是会导致这些其他疾病 在实际上可能导致被误解的价值完成的例子 而你会认为某些疾病反而是促进了价值完成 比如说你认为某些病生的好 这个病生完之后 你身体技能得到了一个新的突破 或者新的进展 或者你战胜某种疾病 你认为你价值完成了 实现了某种价值完成 这些点都是不对的 不是说某种病 你战胜了它就实现了价值完成 或者某种病在你身体里 留下永久的一些伤痛 或者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不便 你就认为这些是没有价值完成 塞斯想告诉你 这两种方式对你来说都是价值完成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到塞斯的这个身意 不要对疾病 对产生评判和误解 他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价值完成的一部分 只是看你如何去理解 去感受和体验它 然后塞斯说我也想在此强调生命的所有面向 不只是体验和绝受 这句话非常关键 确实情绪性的感受 那这一点很多人是不太能理解的 他认为说 那既然我们修行的目的是没有分别心 那我怎么还会有情绪呢 我没有了分别 我怎么会有情绪呢 然后他认为分别是导致这个情绪产生的原因 这里头首先来说 情绪是你能量在背后舞动的结果 有只要有能量的流动就会有情绪 但是这个情绪这个词被我们很多人给误解了 它带有很多负面的这个含义 一说情绪 这个人闹情绪了 或这个人有情绪 好像是一个很负面的东西 而在这个塞斯资料里 情绪本身是一个极其正面的东西 它没有负面的东西在里头 它是能量的一个表现形式 情绪底层就是能量 再往下就是信念 一个人不可能没有情绪 不论他说我没有情绪 没有情绪也是另外一种情绪 情绪就像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大气 就像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气候变换一样 你不能说一个地方没有气候 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 你不能说它没有气候 你可以说它气候比较单调 气候比较寒冷 气候比较枯燥 干燥等等 少雨 多云等等 这是它的气候 但是没有一个地球上 没有一个角落 没有气候 如果我们把情绪 比喻成我们人格的大气层的话 那你的情绪就不可能没有 永远不要去对抗你的情绪 或者对你的情绪有任何的状态 而这句话对修行来说 对我们称来说非常重要 很多人认为自己不应该有情绪了 应该是心静如水 平淡如水 没有任何情绪才是一个状态 那就是你在这个认知上被误导了 被误解了 不是这样子的 所谓的修行就是生活 所谓好的修行就是能够很好的享受生活 去创造生活 而抛开生活之外的 所谓你在创造一个修行的状态 如果把修行跟生活 抛开或者割裂开 或者把它绝缘开 说生活的某一部分 我是在修行的 剩下一部分我是在生活的 如果你把这两个对立开 那你完全就没有掌握修行的本意 修行不是这样子的 修行就是只能在生活中 不存在一种什么状态叫修行 你生活的样子就是你修行的样子 你生活的状态就是你修行的状态 如果你在生活中不能表现出一个良好的状态 你非要想在修行中表现一个良好的状态 你是如此的这样的一个对立和割裂的 这不利于你的成长 这里头提到了情绪 所以我特意跟大家指出这一点 不要怕自己有情绪 也不要怕自己带情绪 那你说那没有评判 又是个什么东西 没有评判我怎么还有情绪 对就像对气候和天气一样 你不要评判 你不要说 这个沙漠的气候我不喜欢 这个多雨的雨林气候我不喜欢 你只是感受不同的气候 就像你感受不同的情绪一样 你会体会到每一种气候和每一种情绪都有它内在的美 我们不能说下雨就比干旱好 或者晴天就比下雨好 这没有任何可以比较的地方 各有各的美 各有各的好 每一个都为了整个地球环境和地球气候 贡献它必不可少 无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不论是沙漠中的这种干旱 还是热带雨林的常年的降水 都是整个地球的一部分 而你作为一个个体来说 你生命中的所有的情绪 也是构成完整你的一个组成部分 每个情绪都有它自己的价值完成的意义 所以说我们在性自命初 这本这个课程 在惠州的线下课里头 我重点强调了 情 就这个情字 中国古代话 它叫情绪 叫情字 这个情才是生命的本源 才是生命力的核心 然后我们在接下来的线下课里 在讲性命归止那本书里头 也讲到了 正确的冥想状态是活泼泼的 我想听过我们的线下课的人都知道 而不是你认为一片死寂 像石头一样 像木桩一样 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那是你看到它的表面线下 它的内在是活泼泼的 是活泼泼的 所以说这里面再次跟大家强调 我们所有人生活 生命力的来源 都是在于这个情绪 在于这个情字 如果没有了这个情 你的人生就一片苍白 毫无意义可言 所以说永远都不要想把情字 从你的生活中去掉 相反应该去拥抱它 指示它 爱它 而不对它做任何的评判 也不要责备它 这是我们想跟大家说的 举个简单的意思 你不能因为外面在下暴雨 你就对着老天怒吼 说讨厌下暴雨 我恨下暴雨 这就是如果你不能 如果你能理解这种幼稚的行为 你就能理解你对你自己情绪 做的这些事情 就像这个行为是一样的 所以有一种天生的侠气 天生的侠气 就这个词 innate gallantry innate是什么 就是天生的 innate gallantry 就是什么意思 内在的侠气 这个词用得非常好 中国人天生就有这种侠气 在生命的所有段落中都在运作 在你身边的每一个段落中 每一个阶段中 都有这个天生的侠气 它是值得你们尊敬和思量的一种侠气 什么样的侠气 就是几乎都在寻求去超越自己的这样的侠气 你从来不想 在你的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你从来都不是想 固守成规 没守成规 或者是保持现有的这个阶段 你永远都在思量着 如何寻求去超越自己的 而这种勇气 和这种侠侠侠干一胆 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 所有人去思考的 每个人都有 只要你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下 只要你进入一个正常的人 这种侠气是自然而然 油然而生的 不需要你给自己打气 需要怎么怎么样 自然而然的 就像菩萨生起了 去度世间 这个所有友情众生的 这样的一种侠气 你说什么样的人 才能生起这样的一种侠气 我想告诉你的是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只要你达到这种状态 达到 就是不再对自己有任何的这种 评判苛责之后 你内在的这种侠气 是天生就有的 记住是innate 是天生就有的 所以说不要说 菩萨有发这么大的愿 菩萨有这么大的等等 或者是佛祖 怎样怎样 或者是玄奘法师 如何如何 有这样的一种侠气 我想告诉你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你们每一个人内在 天生都有 在你的每一个细胞里头 在你生活的 生命的每一个片段里头 都有这样的 你说那我为什么没有看到 没有展现出来 或者没有活出来 这种侠气 是因为被你给限制了 被你的恐惧怀疑 或者误解 给限制住了 它不是没有 它有啊 那么你该尊敬你身体的细胞 你的心智的思维 你都应该尊敬它 你的念头 你的细胞 应该值得被你尊敬 因为他们天生 就有这样的一种侠气 并试图了解 甚至最小的生命 都与你分享生命的胜利 和脆弱之情感经验 最小的生命都还给你分享 生命的胜利 和脆弱之情感经验 它既有它生命的胜利 也有它生命的脆弱 这些都是它情感的经验 而这些情感的经验 才是你最应该珍惜 最应该去争取的 而不是争取那些 毫无体验的 平淡如水的生活 关于这个生命的胜利这块 我再次跟大家分享 什么 就是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 从本质上 它为什么是错的 达尔文在进化论中的最后 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 如果你们找到一种器官 它不是通过 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而生成的 那我就承认我的进化论 是彻头彻尾 错误的和失败的 在达尔文那个时代 他所观察到的生物的器官 比如说眼睛就是个器官 他是从非常简单的单细胞感光细胞 逐渐进化成 今天这么复杂的一个眼睛的 他认为这是一个进化的过程 然后他说 如果你告诉我 有一个器官 你能给我指出任何一个器官 不是这样进化完成的 而是天生就是复杂的 那我就承认我的进化论是彻头彻尾是错了的 而非常神奇的是 这样的器官比比皆是 比如说我们都非常熟悉的 我们小时候都学过 这个单细胞生物叫草吕虫 虽然叫草吕虫 但是他就只有一个细胞 他是一个单个细胞 但是这个细胞随小 五脏俱全 所有生命的形态他都有 他有自我繁殖 他有繁殖的能力 他有消化 他有捕食 他有运动 还有呼吸 他整个一个小细胞里 所有这些生物具备的功能 他全有在一个细胞里全部实现 如果你不清楚 你可以搜索 关于这个叫 你也可以去搜索 关于这个草吕虫的相关的资料 而草吕虫这个生命 是生活在距今18.5亿年前的一个生命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说 当生物从低级进化到高级的时候 是因为适者生存 旧有的环境不适合那些 那些上一个旧的那个物种生存了 它应该进化到新的物种了 因为环境变化了 适者生存 物竟天择 这是达尔文的主要理论 而按理说 这些低等的动物或者生物 早就应该灭绝了 而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 所有的物种都在生活 而且刚才说的草吕虫 它天生就不简单 就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非常的复杂 整个细胞体系 直到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搞明白 他们时间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病毒 病毒是比细胞还要小很多很多很多倍的一个存在 在这么小的病毒 那他到底是怎么来运动的 病毒能不能运动 等等 我们就举刚才这个 这个草吕虫 或者是随便的一个单细胞生物 或者简单的这些 我们来举个例子 他们身上他们会运动 他们运动有什么 一个到边毛式的东西 而病毒也能运动 病毒身上会有生出 长长的蛋白质的这个油丝 有很多病毒身上有长长的蛋白质的油丝 它不叫边毛 草吕虫身上的叫边毛 它这个叫油丝 也可以称之为边毛的一种 它在不停的旋转 不停的转动 然后推动 它在行动 就像草吕虫也会行动 病毒也会动 那病毒 我们就说病毒这个蛋白质油丝 它像边毛一样旋转 你知道它有多复杂吗 它在这个病毒的 这个病毒体 连接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类似于我们人类制造的 汽车 传动轴和发动机 这么一个机制 这个尺度都已经小到了 那个纳米这一级的 纳米微米这一级别的这个尺寸上 这个小小的这个油丝的 这个底端 或者是这个动力端 它是由500多个蛋白质零件组成的 记住是500多个 这500多个零件组成了这么一个边毛的 驱动传动动力总成等等 这所有的功能 都是在纳米和微米级的 然后这个边毛会以每分钟 300到2400转不等的转速 不断的旋转 而这么精密的生物构造 是人类想都想象不出来的 人类无法想象在如此微小的 纳米和微米级上 怎么会形成这么复杂的生命结构 而且是在一个病毒的 记住病毒有多小 你可以查一下知道了 比细胞还要小很多 在病毒的一个蛋白质油丝的 或者叫病毒的变毛上 就这么复杂的一个结构 更别说其他的生命的这些进化了 所以说就仅仅这一条 就足以推翻达尔文的相对论 因为这么复杂的结构 根本就不是进化而来的 它天生就是这样 它天生就是这样 而最早的病毒 可能距今已经有三十亿年了 在这么古老之前 就有这么复杂的这种生物结构 你如果他说他是进化出来的 我想连你都不会相信 只不过在达尔文那个时代 他没有这么先进的技术 他看不到这么微小的结构 他用他的肉眼观察 他用他自己的逻辑判断 换句话说 他相用一个判断 在得出这样符合他判断的观察的结果 他把它认为是一种原理 而本质上根本就不是 换句话说 生物界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复杂 而且一直是这样的 不是从一个生物或者从一个物种 变成一个物种 所有的物种从一开始就是存在 而就这样呈现的 在美国有一个峡谷 在这个峡谷地带保存了500万年的记录 就是说它层层叠叠 从来没有被人类破坏过 整整500万年的化石都在这里 科学家非常兴奋 他们想从这500万年的进化当中 找到了某些物种 从一个物种变成另一个物种的记录和证据 结果让他们非常失望的是 他一个证据都没找到 不仅没有找到从一个物种变成另一个物种的证据 反而让他们大跌眼镜 啪啪打脸的是 他们发现了他们以前推测的 某某什么物种是某某的祖先 他认为某某物种是由某某物种演化来的 这是达尔文的观点 结果他发现 这两个物种在那个化石这个年代层级上 经常是同时出现 也就是按照达尔文的相对论 这个物种应该被灭绝了 因为环境不适合它生长了 它应该消失了 而在实际的考古考察当中 他们往往是同时出现 甚至有的时候还比他的后代先出现 按照达尔文的观点的后代先出现 就是后代比祖先先出现 我说错了啊 就是应该是先出现前一代物种 然后进化成后一代物种 而在考古上经常会发现 哎 为什么在有些化石里头 这个后代所谓应该被进化出来的 生活他的前代的那个年代 甚至比他的前代还早就出现了 所以说所有的现在的证据 没有找到一条是支持达尔文相对论的 我们人类到现在还没有寻找到一个物种变成另一个物种的中间态 就这个变化变成为的过程中没有 我们找到的都是每一个物种 从一开始就是有自己独特的样子 另外一个复杂的例子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是什么 比如说在科学家研究中发现有一种寄生机制 叫共生和寄生机制 或者叫内共生机制 就是有一种病毒会寄生在某一个细胞上 在细胞的在寄生在这细胞上的过程当中 他会帮助这个细胞去攻击想接近这个细胞的外来侵略者 这个病毒会放出那种蛋白质油丝式的像箭一样的东西 射向那些试图接近这个细胞的这个所有的外来的这个人 外来侵略的人 也就是病毒起到了这个细胞的守卫作用 而他跟细胞是一个共生的关系 细胞离不开他 他也离不开细胞 而最有意思的是 科学家试图把这个病毒从这个细胞剥离出来 想研究一下这个病毒 他发现的结果是 只要这个病毒从细胞里一剥离出来 这个病毒就死掉 而那个细胞也死掉 换句话说 他俩只有在一起才能共生 只要剥离开一个 另一个就死亡 科学家做了无数次的实验 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那他们就在思考 如果按照达尔文的相对论来说 这两个物种是分别进化完成的 那么请问 在他们没有达到共生状态之前 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他们是怎么独立存在的 他们没法独立存在 他们只有在一起才能共生 而他们这个共生关系 看似就是自然界 就是这样形成的 而不是从 你是一个物种 我是一个物种 进化到一定程度 咱俩因为环境的改变 咱俩必须得共生在一起 不共生咱俩就完了 不是的 他俩没有这种可能性 他们独立都无法生活的 无法生存的 所以说所有的证据 或者种种的证据 都表明 达尔文的这个相对论 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好了 关于这一点 我就想跟大家说 连最小的生命 都在跟你分享生命的胜利 就像我刚才说的 病毒里面的鞭毛 或者草里虫 这样最微小的生命 它都有它生命的胜利 当然有没有脆弱 当然有它脆弱之情感的经验 胜利是一种情感 生命的脆弱 也是一种情感 这两种情感经历 都是你经历的一部分 并不存在说 胜利的经验就是好的 脆弱的经验 或者失败的经验 就是不好的 不存在这种 好了 那么再次祝你们五安 这赛斯就说完了 口售结束 而再一次的 我启动如此加速 你们广大能量 力量和能力的那些坐标 赛斯就离开了 我们接着看 下一节 1984年5月9日 星期三下午4点29分 以下是我们在1984年5月7日 星期日下午的自由联想的资料 他们有空就做自由联想 我描写给真听 我最近用摆锤来研究 我对他发生症状 和他锣自己掉牙齿都有罪恶感 他对真目前的病症 和他自己的掉牙齿都有罪恶感 我们在此进入相当的细节 那个时候 我们谈到了我前下方的牙齦 就是这个门牙的 下门牙的这个牙齦的部分 而我一直有太多的牙齿问题 我相当详细的解释 由于真有毛病 我生出的罪恶感 涉及了一些情绪 真认为我能令我的牙齿和牙齦重生 罗说因为真的问题 我自己对自己有罪恶感 导致我对自己 我的牙齿也会出问题 我们随之讨论 他对早年 他早年宗教性的家庭环境 尤其是对他生活中的神父们的反应 他同意说 就他定牢在宗教上 比如说 以及后来在我身上而言 他自己的行为是强迫性的 你看 他说出了实情 他自己的行为是强迫性的 不是他自发性的 也不是他愿意做的 是被强迫的 从小得到 包括结婚的早期 他也这样 这其中有些可能是由于 他缺乏一个正常的家庭环境 没有个父亲 可能由于他缺乏一个正常的家庭环境 没有父亲 我们说 然而我感觉 无论如何 在他的个性里 有很强的独立因子 会鼓励这种行为 当然 所有的极端 都是不可接受的 就像犯罪犯的一生 就像犯罪的一生一样 真缺乏对神父们一个对抗的影响力 他不知道怎么跟神父们对抗 在他几岁到十几岁的这个过程当中 当达伦神父在他十来岁时 向他献殷勤的时候 他觉得被背叛了 有一个神父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 表达了对真的这种殷勤和爱慕 焚书事件也没有帮助 宗教的概念真的抓住了他 而我认为我们仍只部分了解其原因 这是这个过程很复杂 也就是说真小时候被神父们 这种思想控制 或者是强烈的这种 对真的这种斥责 形成了真被强迫的 这种行为模式 到后来有一个神父对他表示好感 不仅没有缓解 真对神父们的这种刻板的认知 反而会让真觉得很反感 然后烧书这件事 也没有让真真正的有一种反抗 他整个的这个想说的意思是说 真应该去反抗 反抗这个神父 对他的影响 但是真没有 在他的童年期没有得到这种反抗的表达 好 让我们记住下面这一点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 在罗和真谈过 他对真的状态 他觉得束手无策 无能为力之后 他生出罪恶感之后 而且他昨天用摆锤测完之后 他的罪恶感已经消失了之后 他把这个事情谈完之后 他突然发现 他的牙龈停止 烦扰他了 突然发现了 记住 他把这个表达完之后 没有了罪恶感之后 他突然发现 他的牙龈好了 我告诉真 我已经忘了那个情况 教训是很明显的 什么教训 就是只要有罪恶感 就会对自己的身体产生攻击 如我到了家后写的 与那些相关的人分享挑战大有帮助 他说 和那些与事件相关的人分享你的挑战 分享这个挑战大有帮助 什么意思 比如说 你的这个情绪是由某些人引起来的 你跟这个人去分享 你的这个情绪的来源 或者你的表达 对你这个影响 和对你的帮助是最大的 一定是跟那些相关的人去分享 这是最大帮助的 如果你没有跟相关的人去分享 你跟旁边的人 你跟不相关的人去分享 只会加重这个情绪 而不会舒缓这个情绪 也就是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而不会变得更糟 而也许是不可或缺的 是不可或缺的 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你绕不过去的 你必须得跟这个人当面的 面对面的去 把你的观点表述出来 跟对方去解决这件事情 仿佛是别人能帮助 将一个情况的负面情绪 减少到最小 只有当事人 才能把这个负面情绪的负面 减少到最小 同时强化正面 如果你不跟当事人面对面 你想把这个影响减到最小 是做不到的 我曾以这种方式给真帮助了吗 他说我用这种方式帮助真了吗 或者借加强共同的负面信念 而阻碍了他 他说我是帮助他 还是阻碍了他 但这件事件帮助我得到 可有简单的沟通得到 有疗效好处的一手经验 可以让他得到什么东西 可有简单的沟通 可以获得了好的疗效 他从自己的牙龈上 瞬间就好了这件事情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些简单的跟当事人的 一对一的沟通 是非常有效的 在疗效上非常有好处的 他提醒了我 皮夹中的摆锤 这是在我们讨论进来 我用摆锤的事之后 自从我的牙龈挑战过去数日 达成了相当的缓解 真就变得越来越感兴趣了 真说哦原来摆锤这么管用啊 那我也来拥有啊 他也多少受到威胁 什么威胁 说我比他得到的效果要好 因为罗仅仅是消除了这样的一种 罪恶感 他的牙龈就好了 而真也想好 而他的症状比罗要严重的多 真说那我也想想达到你 这样的一种立竿见用的效果 然后罗就说 是真自己的态度阻碍了他 他自己态度阻碍他身体的复原 并且也不应该跟罗去做比较 今天我们用他比较困难 他指的是摆锤 因为是他的生日 发生了几个额外的干扰 当各个职员进来唱歌 唱生日歌给我们听等等的时候 他们带来了卡片和稀薄玩具 我给真一张贺卡和糖果 并带给他连翘花 令他感动泪下 那个黄花灌木生长在我们家坡居的前面的院子里 他把他前院的一束花带过来给真 让真非常的感动 还写了一个非常感人的贺卡 由于职员的干扰 真没做多少摆锤 他说他觉得他该掩饰他用摆锤 你看他到这个时候 他还想掩饰他用摆锤 他说人们真的会认为我是疯子 你看他认为人们会看到他用摆锤 会认为他是疯子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不会的 我说事实是 罗说我看到的事实是什么 是没有人对躺在他肚子上的摆锤 付出丝毫的注意 根本就没看到他 根本就不在乎 没人关注你是不是在用摆锤什么的 甚至也不了解他在做什么 我补充说他必须对自己诚实 他的问题来自于他没有如此诚实 他必须对自己诚实 我就用摆锤了 又怎样 我喜欢用 我愿意用 我现在就想用 而如果他想要用摆锤 那么他该如此做 他如果想用摆锤 他就应该如此诚实的去做摆锤 真的确用摆锤得到了几个答案 并且用左手拿着摆锤 比他以为他可以做得更好 首先他问他是否有一个用他能力 用他能力的清晰之路的时候 他是不是有一个可以把他的能力都施展出来 有没有这样那个清晰的道路 就是说他想恢复吗 他想复原 他用自己的力量复原 说这个复原之路是不是清晰 足够清晰的 这是他想问摆锤的 但是他没有得到答案 然后不的答案就来了 肯定的答案没来 对 关于不的答案来了 摆锤说他可以帮助 帮忙 说他可以帮忙针打开 通往行动的一条清晰之路 可以帮忙打开 在用摆锤的时候 他的确有重量和动的感觉 摆锤说我可以帮你打开 通往一条动作 就是动作 他现在不能行动 通往行动的清晰之路 然后在他用的时候 他能明显的感觉到身体有动的感觉 或者是身体有重量的感觉 他说这是一个好的征兆 不过他大半决定要说说话 就是他觉得在这个做的过程中 他确实感觉到动和重量 但是他认为是好征兆 但是他仍然觉得只是说说话就行了 不想动 有关他生日的思维 立刻引起他母亲节 引起他到母亲节和他自己的母亲 因为5月8号之后很快就是生日 下一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 玛丽就是她的母亲 真讲了很久 有关围绕着玛丽和他自己杂乱无章的矛盾时间 我就特别神奇 真都50多岁了 还在喋喋不休 讲他十几岁 甚至五六岁的事情 这个事好像在他这就过不去了 就特别的 你就想象真 50几岁的人 还在纠缠这些事情 他发现他小时候曾爱过他母亲 并努力想替他做事情 看 他是曾经爱过他母亲的 并且努力想替他做事情 甚至当玛丽 驳回他的努力的时候 他仍然想帮他做事情 比如说 真买了一件颜色错误的睡袍的时候 被他妈斥责了以后 他仍然还想帮他妈做事情 然后我们谈到他的外公 外婆 与真和玛丽的关系 关联 他的外婆因为交通意外而死亡 他以前是没有听说过的 然后他们对市政府提出了诉讼 要求有社会福利 要求政府承担 真的外公约瑟波尔多 以及真对他的感情等等 他告诉我 如何由于他外公的死 玛丽赢得了对市政府的诉讼 而在雷克街和威尔逊街角 梳理一个交通灯 真对那个诉讼没有意到任何细节 比如说花了多长时间 涉及到多少赔偿金额 他可能 他当时可能只有五到六岁 我说再一次的 真看到了家族里的极端行为 仿佛没有任何中间的立场 他谈到他外公在六十八岁时的死亡 这是他二十二岁 我听他说 他从未读他任何的诗 给他外公听过 是罗很惊讶 因为真一直认为 他跟他外公的关系非常好 他外公也非常的支持和鼓励他 但是真也看到了 他的家族遗传的这种极端和固执 就没有中间态 非此即彼 非黑即白 非对即错 这是他们家族的一个特征 真也通过回忆他外公外婆 他们跟政府打官司 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 他看到了这些 5月9号 真读了前两天的自由联想的资料 而真的做得很好 他相当快的读了一部分 当我们粗略讨论的时候 他提醒我说 他有时仍有孤立感 我说他们也许是够正常的 每个人本质上都是孤立的 至少是独自的 既然没有别人替他们过活 他只能独立的过活 他们无法替他们生 或替他们死 同时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在世界上需要相当稳定的 甚至经常的强化 在节目追寻上 我们看到一个关于克里夫 贝克斯特和有关植物 对人类情绪的反应 或者不存在植物 对人类情绪有反应 这是偶尔的工作 我认为非常有趣 他这个话 这个语言描述和翻译 都不太容易好懂 他的意思说 在这个追寻栏目上 这个栏目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一道 克里夫贝克斯特 他在研究 植物对人类的情绪 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有反应的 人类的情绪 可以影响周围的环境 甚至影响植物 但是在偶尔的情况下 也是没反应的 在他用午餐 并读自由联想资料之后 珍说 他并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我开始回 又堆积起来的书迷们的来信 在3点45分 珍说他感到一个更大的你 也就是更大的罗 在他身边 他说 那个很难描写 而回想 我对他是我自己存有 或其一部分的问题 他认为 那个更大的自己 就是罗的存有 是个更大的自己 他从那个存有那 感觉到有一股极大的爱 他从那个更大的罗身上 感受了一种极大的爱 他说 如果可以被描述的话 他可能是环形的 虽然就此比而言 他是无形无相的 他本身是无形无相的 他感觉像是一个环形的 如果非要描述的话 他被一个环形的爱包围了 就来自四面八方 当我们讨论那个形象的时候 而我写这个笔记的时候 他的余波仍然流连不去 就是那个更大自己 仍然存在 真并没有意识地 思索灵异的事情 先前 我读我昨天给他的生日卡上的句子 给他听 而他与昨天我第一次读给他听 是一样的 喜欢他 这两次 我们在读的时候 都有激动的感觉 他不知道 那是否可能触发了他的经验 但我俩 由读那个卡片而生的情感 本身就是宝贵的世界 当真说 他终于感觉 赛斯在附近时 时间已晚了 在他开始后 我们有一个干扰 一个年轻的女孩 送来斯蒂夫 和Tracy布鲁门索 送来了一束花 当我从女孩处接过花时 放在我椅旁的架子上时 真安静地躺在 出神的状态中 然后赛斯说 我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 他们说赛斯午安 他说这不是书的口售 跟书也没有关系 他说 鲁伯今天下午的经验 是你对自己关于沟通 极其重要性 助的一个反应 沟通 极其重要性的 一个反应 鲁伯今天下午的体验 是真 是罗关于 他自己感受到的沟通 非常重要 他的一个反应 在这个例子里 这些笔记 容许 鲁伯看到联合你们 以及联合你 所有生命之更大 甚 却甚至更深 静拼命的一种沟通 他指的是 真感受到了一个 更大的 罗 就是罗的存有的那种状态 他感受到了 他极大的爱 再次说 这是他底层 亲密沟通的一种 感受 联合所有生命 联合所有生命 关于植物沟通的电视节目 也有作为一个推动力的作用 以便鲁伯可以感受所有生命 都掩卧其中的内在世界 爱与合作的之流动 这是电视节目 也是想证明这件事情 对 爱与合作的流动 鲁伯谈到有时觉得孤立 而那个经验 也是让他看到 孤立本身也是一个幻象 鲁伯觉得孤立了 有时觉得孤立 但是那个电视栏目 其实让 真看到 孤立是一个幻象 孤立并不真实存在 你跟世界万物 跟环境是紧密相连的 停顿良久 这种沟通存在于每个层面 不存在孤立 那种内在的沟通 存在于每个层面 但为了他自己的个人的理由 且由于你们的关系 鲁伯特别的对你 自己更大的人格 集中了焦点 这种沟通是跟周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的 但是因为鲁伯特别爱你 他对你特别关注 所以说他把焦点进入在你身上 他就感受到了你的存有 和存有的沟通 那些往往看似如此难以适当表达的爱 深刻的了解 以及尊敬的属性 那些往往 看似如此难以适当表达的爱 深深的了解 以及尊敬的属性 就是他跟 罗的更大的 存有那个人格 链接以后 他感受到的 这种爱 真的用语言很难描述 他有深刻的了解 以及尊敬的属性 尊敬什么 尊敬我们每个人内在的这个神性 尊敬我们每个人 那个更大的自己 而那个更大的自己和内在的神性 他们的爱 就是这样难以用语言描述的 很深很深的这种极大的爱 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说 Namaste Namaste的意思就是 向内在的神性致敬 向每个人内在的神性致敬 再一次的 我加速了自动疗愈 蓬勃升级 以及幸福的那些坐标 此触及生命之灵 本身涌出的源头 你生命的之灵 从哪里涌出的 算是说 我在触及那些源头 来加速这些疗愈 在4点35分 在我读给珍听过此节以后 他对他的经验说 他并不特别生动 但够明显的引起注意的地步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在课中 我说在课中 他已有效的回答了 他自己有关那个经验的问题 我建议说 或许当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可以再有那个经验 比如说在晚上 罗说你可以在晚上的时候 继续感受我的存有对你的爱 继续体验那个感受 然后珍说 那个经验并不是那么生动 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种 那种存有对你的爱 如此的鲜明 如此的激动 如此的生动 他说没有 确实是真的描述是对的 这种爱不是那种 令人激动的那种 它是一种 稳稳的 绵绵的 隐隐的 持续不断的 发自内在的这种爱的 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这种感觉 但是他说很明显的 能够引起我注意的地步 但不是你们想象的 罗的存有意出现 那种排山倒海的爱 汹涌而来 不是那种感觉 如果你觉得是那种 那就理解错了 不是那种 到底是哪种 我刚才简单描述 很难用语言描述 我也不知道 怎么用语言来跟你描述那种爱 那体会过的人 大概心里能够心有灵犀 明白我在说什么 那我们看下一节 1984年5月12日 星期六下午3点37分 今天当真羊躺着的时候 他又非常的不舒服 现在这个模式 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了 现在当褥疮在治疗中 你如何能比以前更不舒服呢 我不久前的问题 他不知道 我自己最后的结论是 涉及了更多的事情 他与真的心态和信念有关 就是真的不舒服 是跟他的心态和信念有关的 至少当我在330房间的时候 真的胃口是在走下坡路的 而他在自由联想和晚上都松懈了 自由联想也不怎么做了 这课也不怎么上了 下午我想过 请求医务人员开给他一些药物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药 或像他的东西 但我没提 因为我觉得我太太会排斥这种想法 然后昨天在我说一节课可能有帮助的时候 真答应今天上一节课 因为好几天他们都没上课了 今天非常暖和 大概60多度 有时候下雨 窗户大开着 因此交通的噪音撞击着我们 走廊那头某处 一个女人不知不时的叫唤着 持续了几个小时后 得花许多努力和精力的一个展示 一个护士称她为屁股上的盲刺 说她是麻烦 是个很让人麻烦的人 然后当她补充说 那个女人真的是有痔疮 因为屁股上的盲刺 从某种角来说 就像长了痔疮一样 她大笑起来 而对我 但对我而言 她难以理解 的叫唤 指出的不只是身体上的一个折磨 罗说那个女人叫唤了几个小时 不是仅仅身体上的折磨 更多的是心态上的 心理上的 然后塞斯就来了 他说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 他说这个不是书的口寿 接着还是谈他俩个人的问题 他说鲁伯进来不舒服 部分是由于害怕他的身体 不能完全的治愈他自己 部分的是 鲁伯的不舒服 由于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害怕自己的身体 不能完全治愈他自己 纵使他真的发现了 他的危境的理由 就是他虽然发现了 他之所以 为什么会得这个病 这理由他找到了 但是他仍然害怕 他治愈不了他自己 真的发现了 他导致今天这么危险境地的原因 他也不确定自己能治疗于自己 当然恐惧一直都在那儿了 赛斯说 当然真的恐惧一直都在那儿 而你们最近的努力 只不过是将他带到了 把这些恐惧带到了显著的地方 而并没有说去掉了 或者是用于速光照见了这个恐惧 这个可以被抗衡 如果鲁伯强调 他的确是被安全和保护的 而他的存在是自动自发的 拖住的 那么安全与再保证的想法 对抗了那个恐惧 而再次打开自由联想的通论 然后他想告诉鲁伯 但是他的确是被安全保护着的 他的存在啊 就是他存在的这个合理性 是被自动自发的拖住的 他不用去想 我怎么存在 我为什么活着 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不用 你都是自动自发被拖在那里的 这样的安全和保证和再保证啊 可以对抗他的那个恐惧啊 而可以再次打开自由联想的这个通路的 这节有助于将你来访时啊 就是当罗每次去医院看真的时候 正是当他想要表现的最好的时候 真当然希望在罗每次去医院那儿表现的最好 往往如此明显的不舒服 剪到最强 就是把不舒服剪到最强 换言之 他太过努力了 他太想表现好了 他的每个活动真的能轻而易 轻易的一个留到另一个里 就他的每个活动都是自然的流动啊 而他应该提醒自己 在他之内的内在智慧 的确靠他自己永远在寻求他最大的利益 而他自己永远在为他工作 就是那个内在的自己 永远在为自己寻求更大的利益 你不用担心他 不论你这个外在的自己 是不是需要鞭策他 鼓励他都不需要 你不需要你这个外在的自己去做什么额外的动作 好像要说服自己内在的自己 不要放弃对自己的疗愈 放弃对自己的健康的这种帮助 这都是多余的动作 因为你那个内在的自己 他比你更聪明更厉害 他无时无刻的不在想着怎么帮助你 也是在帮助他自己 他永远都在为他工作 这个他是内在的自己 永远为外在的自己在工作 为这个身体在工作的 所以不要再去有任何的恐惧 担心说 是不是我个人外在的懈怠 会影响我内在的疗愈的进展 不会的 不要讲这种问题 是不是我每天需要早上晚上做一些什么工作 我要去这个早上拜一拜念一念 或者是做些什么活动和练习 来促进我内在的恢复 这些都不需要的 都不需要 你内在对你自己的疗愈 一刻一分一秒都没有停止过 而也没从来没有懈怠过 他永远都在为自己工作 也为你工作 他的意思就是说 真没有必要去太过努力的在身体疗愈上 他反而需要的是放松 而不是继续的用力在自己的疗愈上 而往往他们会食得其反 如果你他想要的话 指的是卢伯 叫他想象这个内在的智慧 是一个挚爱的父母 想象这种内在的智慧 就是一个爱你的父母一样 就是你把内在的智慧可以形象化 你人化变成他的父母 他这个将顿化 他对自己父母可能有的任何的称恨的刀口 就是针对他自己的父母 还是有非常重的这种恨在里面的 非常深重的恨 他这种称恨 对父母的这种称恨 就像刀一样锋利无比 有些人在谈起自己父母时 语言之恶毒之锋利 无法想象 而他认为这是对父母的锋利的刀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刀其实砍在了自己身上 他对任何外在的人的称恨和这种锋利之刃 最终都是砍在了自己身上 这也是说佛家为什么不愿意让大家有任何的贪嗔痴 嗔就是愤怒 不要起这种愤怒和怨恨之心 因为这个刀最终砍在自己身上 然后赛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具体的方法 就是让针把那种内在的智慧 对自己的疗愈 想象他父母对他的爱 这样能够减轻他对父母的嗔恨 也就能减轻他对自己的攻击 赛斯是一石二鸟 想通过这一个练习达到两种方法 但真肯不肯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可能回来一会儿 但我现在真的启动增长自爱 他会启动增长自爱 蓬勃升级和幸福感的那些坐标 这是很核心的 在3点45分 我两次读此节给真听 我处理信件 谢谢经由莫德卡德维尔的努力 收到了650美元的捐款 当然我们注意到赛斯说 真的不舒服只是部分 由于他的无法疗愈自己的恐惧而来的 那么别的那另外那些部分又是什么呢 真随后说 他认为赛斯真的会回来 在4点16分 赛斯真的回来了 他说 鲁伯的不舒服 就真的不舒服的另一个理由 与他的生日是有关的 再加上母亲节 也就是明天 他关于母亲节的想法 导致不舒服的 其另外一些原因 由于他和母亲之间的糟糕的关系 母亲节的想法令他半憎恨又半悲伤 母亲节让他半憎恨又半悲伤 而他希望在生日前有进一步的进展 他希望在他的生命 在他的生日来临之前 他有一些进展 结果没有进展 他就很不高兴 虽然他真的相信身体能开始觉得越来越好 而那是个可用的好的暗示 因为他暗示持续的输入信息 而没有涉及绝对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真的 他相信 他真的相信身体开始越来越好 而那个呢 是一个好用的 可用的好的暗示 这是越来越好这件事情 但是呢 他暗示什么呢 要持续的输入信息 要持续的给予肯定 说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你需要看到一些症状 和看到一些信息 或看到一些检查的 或者医生的肯定 说你的身体越来越好 而没有涉及到绝对 没有涉及到绝对的意思 就是你不是从真正的 发自内心的觉得身体是越来越好 我不需要任何证据 我不需要医院检查的结果 我不需要医院给我的肯定 我也不需要我身体上有什么哪些变化 来证明自己越来越好 我只是单单的相信我的身体越来越好 就可以了 但是真没有做到 他做不到 他需要持续的输入这种正面的信息 才能让他感觉到越来越好 而一旦没有找到这些信息的时候 他就感受不到他身体越来越好的证据了 他就开始烦躁 情绪就出来了 在4点20分 我读此节给他听 他又觉得塞斯来了 在4点23分 再次继续说 他的身体并没有新的错误 没有什么新的错误 错误在打引号 他救的也不是错误 这种恐惧显示 对身体的不信任到了某种程度 仍然存在 因此他该恢复 他关于阴性 他的肉身健康之间联系的记忆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应该恢复他对健康本质的这种思考 就是他不需要他做什么 这个塞斯已经说了无数次 也就是说 在那种恐惧率 他对身体的不信任到了某种程度 仍然存在 并没有改变 也就是针对自己的身体的恐惧一直在 我真的想提到 我们的书的销量的确是在增加 并且会继续如此增加 再次的 我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 在4点26分 我读此节的后半部份跟真听 然后他说 我有个感觉 在我们书的销量增加上 必然设计了什么 当我们读完后 真说信念又积累了不少 而现在 罗又落后了 他只是在回信这个进度上落后了 在今天的课以后 我感到很沮丧 因为对我而言 似乎在所有这些时间之后 真仍未摆脱他的恐惧 尤其是他对身体及过程的不信任 我是生日母亲节的麻烦为 只有在症状里游的一个20年循环 至最近的新主义 就是一个循环了 一个循环 什么循环 就是他在循环他母亲的身体的状态 他把他母亲的旧的信念 都捡起来了 虽然他不认可 他最讨厌他母亲 但是他在最讨厌他母亲的时候 他一不小心活成了他母亲那样 也就是把他母亲对生活 对身体健康的这些不信任 他全部接受了 全部接纳了 包括他母亲对他的诅咒 他都接纳了 罗看到的是在母亲节这一天 看到了一个20年的循环 罗其实是非常的沮丧 一个20年的循环 真还在说他小时候的事情 还在说他母亲的事情 还在说他的母亲对他的影响 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 这是罗沮丧的原因 问题不在于他有这些日子 为何如此不舒服 确实为何身体心灵 选择去忍受那些症状这么久 为什么他的身体 他的心灵 还去忍受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下面这个注释 关于摆锤的解释 我就不说了 我们在个人实际上的本质里头 专门介绍过这个摆锤 它是能够直接反映 你潜意识的一种状态的东西 可以拿来做练习 我们在清理 这种身体里 这种滞留的情绪的时候 我们在做海南 在做情绪清理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用了类似的方法 我们没有用摆锤 但是我们用的身体的反应 它的结果是一样的 是类似的 来找到你哪些 这个没有被清理的情绪 然后怎么把它清理掉 这个是我们海南课的一个练习中 会用到的 那这里头在这一章的最后 在这一节的最后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关于这个恐惧的部分 我经常跟别人开玩笑 说的一句话就是 你知道你离开悟只差一步 你知道你差的那一步是什么吗 那很多人会说 各种智慧 各种根源 说了很多很多很多 我说对 没错 但是对普通人来说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你距离开悟差的那一步 或者是关键的那一步 就是你心中有恐惧 恐惧是挡在你在开悟之间的 一个最大的绊脚石 如果你还有恐惧 不论对什么的恐惧 对财富的恐惧 对情感关系 对亲密关系 对同事关系 对未来事业的恐惧 任何哪怕一丁点 一丝一丝毫的恐惧 都能够阻碍到 你不能达到真正开悟的状态 如果很多人还不能理解这一点 我希望你能证实这一点 恐惧绝对是你最先应该去除掉的东西 那很多人说 我怎么能去除恐惧 我首先是不是要做到不恐惧 没有恐惧 不是 恐惧的反面不是没有恐惧 恐惧的反面不是不恐惧 恐惧的反面就是单单的快乐 快乐就能对抗所有恐惧 一个人在快乐的时候 他是没有恐惧的 快乐能够自动的消除所有恐惧 就像光明能够赶走所有黑暗一样 关于恐惧的消除 我只给大家最简单和最直接的一个方法 就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快乐 就是赛斯也一直提到的 在前几节 包括这几节一直提到的 让他有幸福感 让他有愉悦感 赛斯一直想把这个愉悦带到真身上 但是一直很难 一直很难 也就是在真的心底里面 在他的最底层的心境里面 或者他的情绪底色里面 或者他的感觉基调里面 他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他不是一个喜悦的人 他不是一个内心愉悦的人 而赛斯一直想把这个 重新带回到真的生命里来 而我在这里也跟所有的 可能身体上有不适症状的 这些在听健康之道的人 也对所有那些 想追求自己灵性的成长 人生的成长 也对那些想真正获得洞见 开悟 明心见性的人说一句 恐惧是你最先要去掉的 如果去不到这个恐惧 你就很难有更大的进步 你从真的身上就能看到这一点 所以说去掉恐惧特别的简单 就是让自己快乐起来 就这么简单 如果要从理论上来说 你可以写无数的论文 无数的文章来告诉你 怎么面对恐惧 怎么克服恐惧 怎么战胜恐惧 但是我告诉你 那些都是在强化恐惧 当你说我不要恐惧 我没有恐惧 我要清理恐惧的时候 你其实在强化恐惧 这些都不是很好的方法 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就是 仅仅是简单的快乐和愉悦 就能自动的消除恐惧 你不需要单独做什么 特别努力的工作 难道你让自己快乐都不会了吗 就像赛斯在前几节强调的那句话 我这一次再次跟大家强调 快乐本身就是最大的美德 如果说人要追求什么美德的话 那就是让自己快乐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 你对自己就是一个极其不道德的行为 你对你的生命 也是一个极其不道德的行为 你对你的人生 也是一个极其不道德的行为 只有让自己快乐起来 才是真正的美德 这是我想在这一章结束的时候 这一章赛斯重点讲 疾病和痛苦 讲人为什么会有疾病和痛苦 总结来说就是 这是你人生的不同的体验 仅此而已 然后你应该选择是快乐的生活 还是痛苦的生活 这一切都在于你自身的选择 好了 关于这一章的 每个人有不同的自己的感受和体悟 不论你是健康的 还是现在身体上有不适症状的 我希望你都能够开始快乐与悦的生活 真正踏向幸福之路 真正踏上健康之道 好了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祝大家都有神奇而美好的一天